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玩具TV回來了 今次就是為了介紹這個 變形金剛Hastful Studio系列 102 V-Cast的Operman 就是最新的變7的Operman 剛才看了一個Visio的 不可變但很高端的版本 這個就是比較平民 很高端的 之前我也介紹過變7那一款 顏色或其他外觀上 的確有改進空間 今次可能版本答案 就在這個Studio系列裡面 不過我又插一點點 本身其實你已經玩過 無數的Operman 有否只有10隻呢? 也有很多 如果你是變6 每一代去玩 其實由變6 開始就比較合理 因為之前變5 因為車型和機械圈 背車殼 通常都是 變6可以變回 做一些小腳 不用背殼在身上 劇中的變形方法 但不是沒有缺點 缺點就是 車尾這個形態 是有所欠缺的 這不是一個完整的車的外觀 即便 麻煩Micky近一點 我們拍一拍 看一看車型 都是我們熟悉的平頭的貨櫃車 比較可惜的是 這一部分就是 一些真生出來的東西 不知道用來做什麼 而這些位置 也不是完全 完全懷疑貨車的樣子 好 那我變形了 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手炮 也有一把刀 它變形真的可以 好像劇中 它不是有一個 是康馬斯盆船 反動作 大家其實 看變形金剛器 最想看就是這些 這次 變形最特別 就是它還原 G1的奧帕文變形方法 就是兩隻手夾在架底 那種的變形方法 即是在車門 車旁邊 對 車旁邊 有些手指甲 因為這隻手指甲 因為這陣子 因為我現在都開始有玩 Studio Series 你慘了 我就想問 為何鞋子寶 將兩個 這麼一樣的 class的產品 這麼近期 會一起出 挺夠薑 對 即是會有比較 對 還有這隻Studio Series 真的比之前的版本更漂亮 這是跟設定有關的 我覺得 是嗎 不是 其實兩個車型 可能不相差太遠 但機械人形 邊形 樣子相差很遠 但價錢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因為它是VClass 價錢是200多元 300元左右 對 因為這個opperman 好像比較貴一點 是 因為VClass 有些車仔 可能是大黃蜂 幻影那些 好像是200元 鬆一點 這個就是半邊形 這個就是還原 劇裡面 那個Thomas 盆船 那個 就是這個 這個幕 他這樣轉 他就還原 那個 是 看到你邊邊很流暢 每次看的片 都是很流暢 對 但是你自己 對 拉拉的東西 感覺也是 基本上 就是 背部很漂亮 收起來 接著就收起來 兩個車錄 車錄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技術上 它是可以做平底的 車架 很漂亮 它的車看得很漂亮 不過腳就有些 偽變而變 腳的方面 不是太理想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真的 變回一個 火車的形狀 火車車架 但是這個變形 但問題是 它變成人形態的時候 那個外觀和顏色 很漂亮 完整了很多 因為之前那個 變色版本 下半身 真的差一點 其實它的變形這麼漂亮 是否值得出一個 比較上色 大線 對 高階一點 對 銀色漂亮一點 不過其實本身 《鞋子寶》 重視是V Class 也好 它本身很多 偷膠位 都是沒有特別處理 以及一些遮醜位 其實 如果放在高階 那裡 是要做多很多事情 確實是 但當然 你這樣的價錢 三個以下 已經給到這個質素 你給小朋友玩也好 或者一些老粉絲去玩也好 都滿足到 而它最厲害的就是 真是還原那個 邊形 外觀 你剛才玩過V Class 你就知道 它那些 鴿子 那些位置 其實和可變的 基本上完全一樣 沒有分別 所以 也不會背了很大的車殼 那些 這次的特別就是 用手炮 手炮 輕輕弱了一點 哇 但印象中好像沒有什麼手炮的配件 對 少的 但是 我覺得如果它的頭 做回大一點 可能外觀上 會更好 因為它也是放在胸口 我覺得它真的可以做回大一點 大約就是這樣 有一把劍 還有一個手炮 給你 其實如果多些武器玩 可能會開心一點 例如給我一個斧頭 雙劍 或者雙炮 通常 按照Hastro的慣例 有機會出一些加強版 可能有更多東西 轉顏色 這樣 而且它本身這個變形 其實很成熟 外觀又漂亮 我覺得它做加強版 都會照繼續出現 最厲害就是它的關節 你看看 作為一個機械人 可動性都很高 基本上都有齊 腰也有 如果你說是有腰也有 因著變形的利便 腳那裡 它還是有這個軸 這樣 這樣 可變還想怎樣 這班設計師很厲害 你看 很神奇 它還多一句 它還要是 即是 即是 怎樣說 它這樣的玩法 只是針對相對 年齡層低一點的朋友 我覺得它們根本流了很多來 咪咪要等到中間 等到這隻有咪 等到這隻有咪 好了 你看 爆地也沒有難度 就是這樣 簡單就玩完 今次這隻阿柏文 好了 遲些再看 還有 一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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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z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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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zTV